有请下一位权务 吴靖生 男38岁安徽人 潮湖农业学校 中专学历 高分子材料 以工程专业 各位老板 大家好 我是来自安徽的一位 百票组的 百票组议员的 哎呦 有点紧张 百票组议员 我的名字叫做吴靖生 现居住落后于燕郊 来北京20年里 我做过18年的销售方面的工作 两年的卵器管理方面的工作 2014年到2019年 这段时间里做的 从事的是房利潭 销售管理方面的工作 带领团队 就是年续6个月做过销售冠军 然后也从当初的 五人的小团队到最多管理 六十人的一个团队 今天来到飞里面署的舞台 寻找一份销售或销售管理 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也算是一个地产老套了 你紧张啥呀 站在这种灯光的地方 我是第一次站 我是一个慢节奏的人 就是适应了过后就好了 慢节奏的人还能带领 那么大的销售团队拿销罐吗 我热情的时候也很热情 是吧 对 那你接下来你就热情一点 刚才听到你所描述的 在职场当中 你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地产上吗 对 总共多了七年 那你能把这七年的地产 自己的精华部分说出来吗 某一段最绘坊的时候 是15年的时候 做的华夏的一个 活跃来玩项目 开盘的时候 我们当时达到了 当时是八个人 我们的自销的销售业绩 大概在15套左右 既然在地产行业已经这么熟了 把它干精一点不更好吗 为什么要离开呢 有几个因素吧 像我这种文品 你要进入大公司也不可能 但是很多就是 在小的公司的话 变化很多 你没有任何的保障 那这些年挣到钱了吗 挣到了 在燕郊买了套房 燕郊有三套吧 38岁三套房 然后结婚有孩子了吗 两个儿子 这个你跟你的妻子在一起 从拿到第一套房子的钥匙的时候 也就是在北京安下家来之后 那个时候的心情还记得吗 记得 怎么说呢 买的房子我们也都是 因为我们是 我跟我媳妇是白手 就是到北京来是 没有什么都没有 身无分文来的白京 就是我 再也没有人 把我从这个地方赶出去了 就是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 我也是 我的第一个家是在2002年 也是我在北京买的第一个房子 其实我挣的第一个 十万块钱是给我爸了 后来我又存钱 那会我还没结婚 我一个人 每天去装修 那个房子是在清河永泰园 131平米 我买那套房子 我拿到钥匙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就泪流满面 特别特别激动 那会都不是精装修 就每一块砖 每一个墙面 然后包括拮据呀 厨房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是一点点 一点点买回来的 特别的 其实特别幸福 但是想想那会 其实还满 就是一种很幸福的 但 同一种很幸福的 地产行业 你不干了 现在你要来干销售管理 你是要转行吗 对 应该说是转行 比如说孙总的这个服装 因为我以前也在北京开过服装店 然后我也想就是尝试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立总那儿 我从张绍刚做主持的时候 我就一直看 特别喜欢的就是立总 口直心快 就是逮得特别好 我喜欢逮 在工作当中人都说我杠金 你不怕被逮死吗 我不怕 因为身边有怼的人 我觉得是挺好的 我认为没有怼的人 你身边没有人 跟挑出你的毛病 没有人跟收你的时候 要么你是离死将不远了 要么你就是 不值得他去怼了 我特别喜欢一个风格 就是真心不怕火炼 这个火烤的越狠 其实对你是淬炼的越强 宁交一个抬杠的鬼 也不交一个嘴甜的贼 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我们要求薪资的话 六千吧 一定要在北京 对吧 肯定是在北京 应聘的岗位是销售管理 销售或销售管理都行 好 那么接下来第一轮选择取货流 请做判断 谢谢 厂外灭了一盏 厂内灭了五盏 还剩四盏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老吴带来了什么才艺 我就给大家模仿一个杨坤的 无所谓吧 我先应该一下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无所谓 谁让谁憔悴 有过的幸福 是短暂的美 幸福过后 再回来受罪 错语对 再不说的那么绝对 是与非 再不说我不后悔 破碎就破碎 要什么完美 放过了自己 我才能够飞 好 谢谢 谢谢 老吴还真挺好玩的 接下来请陈老师来进行心理投射分析 又请陈老师 请吴静生告诉我你画的什么内容 下在荷叶下面吸吸 你突出的是荷叶 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说是个荷糖 这里边应该有很多的水才对 这个水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耐心 而我们经常 也就是画荷糖的时候 我们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过程 所以说你画这样的画呢 你现在缺了一种 也就是说锋芒 在三十多岁的目前这种形式下 一个男人应该为这个家 遮风挡雨应该去创造 去创 而那个虾呢 你画的特别仔细 说明你特别细致 而恰巧这个细致 又是你将来的一个缺点 为什么 虾投射是孩子 在孩子身上 我觉得你啊 过于细致 不能放手 这一点我希望你要引起重视 其实我是经过了拉萨一个项目 我在拉萨做过两年的一个 暖气项目的一个管理 然后回来 再在张家口待了三年过后 我才有这个想法 但是回来并不代表我不干活 其实我还是要找工作 我还是要奋斗啊 我还是要为他们打造一片天空啊 但是能尽可能地陪在他们身边 是最多一点 是最好的嘛 我特别想了解 虾为什么投射的是孩子 因为荷叶呢 我们说虾在荷叶下吸吸 那就说虾要依靠这个荷叶啊 为他遮风挡雨 我们说遮风挡雨的就是吴敬生 而依靠他的当然是孩子了 你问吴敬生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也想听听 吴敬生对不对啊 你这么话的时候 有什么考虑 或者有什么潜意识 你现在觉得陈老师分析的对不对 没有没有潜意识 因为我是小学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画画 爱画什么 对 爱画虾 不是我肯定是什么这个意思 然后我也猜他是爱画虾 爱画荷花 因为他是虾画得挺好的 没事 没错 而且他画不出来 所以你这个画就问外号 他如果说知道他自己的潜意识 那还能叫潜意识吗 我的意思是说 他没什么画荷叶和画虾 画这么复杂的东西 通常是因为 他过去有习惯画的 所以他的这个心理投射 就不是完全的 没错 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一套 而且他画不出来水 听不出来 他画不出来水 因为这幅画是模仿的齐白石的 因为齐白石的原画没有水 而且这一点我有质疑的 首先呢我们这个吴大哥 他本身是做销售行业的 我在他身上 其实看到挺多锋芒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刚刚分析 确实我也有这个质疑点 说实话啊 我觉得相反吴大哥 应该作为一个管理者 他现在应该有全局视角 因为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他是在细节执行能力上 所以我相反认为 他应该更沉淀下去 所以我可能在刚才那一段 也跟陈老师是截然相反的 感觉这个投射 我觉得呀 陈老师那个位置 你换任何一个人都会挨骂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找 关键是什么 陈老师 吴敬生认为我分析的对不对 吴敬生对不对 不对 百分之六十的正确的 反正我看见陈老师 坐在那儿的那个神态啊 我是不忍心说陈老师的 好 吴敬生 现在你有权利来问两个企业家 两个你自己更关心的问题 你想问谁 我感兴趣的企业真种吗 还有那种吗 那我最想问的就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给我提供大量的学习机会 学习的机会肯定是有的 而且是绝对的大量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在想我要不要给你提供岗位 不论是说从零售的角度 比如说现在可能对于这种会员系统啊 ERP啊就各种数据分析啊 现在其实用的特别多 我们所有同事都在学习 然后对于这种企业客户的话 其实做方案 做PP要做得很好 包括他的文案 对人家企业文化的了解 这个已经也成为标配了 所以我其实蛮 我刚才跟徐蕾还在商量 我说你去斯凯勒到底能做哪件事 其实是我 我只是时刻在犹豫 这要是你能驯服我 你加入斯凯勒你能做什么 来 另外一个企业请回答 我和花姐的感觉一样啊 晶升就是你浪费了这个机会 就你问了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我假设我是你的话 我会问什么问题呢 我会说 哎立总 你们是做人工事能教育的 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么我发现呢 把它介绍给其他的客户呢 可能是比较有难度 那你觉得我要到你们那里边做销售做好 那么在松鼠外来说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如果你敢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第一研究的深 第二呢你胆量大 对吧 第三呢你能够一针尖血抓住要害 今天没有展示的特别好 然后其实立总说的 我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对松鼠外啊 我了解的不说特别的深刻 但是我是肯定了解很深了 所以很可惜啊 就是你没有把这个钻研展示出来 以前我们在场上的时候 最喜欢的选手是怎么样 就是他做一个手册 专门针对比如说我这个公司做的 哪怕他的提议可能很肤浅 是让我们觉得要有效法 但我觉得这份用心会让我们感动 但你今天做了研究 你都没有讲出来 太失分了 其实老陈啊 你今天分解的真错了 他不是那荷叶 他是那虾 他今天后面问的问题和表述 完全都不得法 就是想让你表现出来一些东西的话 你都不得法 说明其实你真的还没做好什么准备 如果你今天就瞅着丽浩阳和增花而来 你一职场老炮 你怎么可能表现成这样 还是学习的太少了 不专业 好 第二轮选择去火柳 请做判断 好 还有一盏灯 是李浩阳 我们直接进入谈钱不上赶紧 其实啊 这个要不是你说不怕我嘴啊 我早就给你面灯了 就你今天的表现 但是呢 最后你说你对我们做过深入的研究 尽管你没有讲出来 我信任你 那么工资呢 我还是按照你上一次的这个工资的提心 五千块 那我觉得做我们的拓展的一个渠道的开拓 好 谢谢 好 10秒钟做你最后的考虑 松鼠AI 你看你多急呀 我都还没问 你就松鼠AI 其实说句实在话 你还真不像38岁的人 你的确有那种年轻人的那种 身上的那种特质 但是呢 还是要成熟一些 老五 好吗 好 希望你在松鼠AI能够越做越好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今天的表现不是特别好 该展示的东西没展示出来 感觉我自己表现的好的地方 就是把自己的真实的一面 展现给了配发商 展现给了各位老板 现在对于自己来说 有时候表达或者说 自己做工作的时候 有的地方的重点 不能就是很简洁的 很简明而要的表现出来 体验出来 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弱点 有待以后的学习